4月7号凌晨,40名身穿迷彩服的暴徒,手持长短枪、大刀、鱼叉、铁棍等武器,突袭位于天河区东浦的广州世界大关,接连在正门、电房、广场和宿舍楼攻击保安。 枪声和喊声响成一片,6名保安受伤,其中一人肩部中枪。 广州世界大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先生称,此案已为公司的租户广东永时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方面指使,对方拖欠租金等相关费用100多万元。 此前该公司曾多次派人攻击电房。 有关民警向记者透露,这起持枪伤人案涉嫌经济纠纷,当时双方在多年前因为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各执一词,已经发生过多次冲突,经调解数次无果,已经对治公堂。 据了解,目前天河警方对此案高度重视,正在权力侦察之中。